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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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香港影台女神级别的大明星 或许你会想到这几个人 女装妩媚男装飒爽的林青霞 回头一笑百媚生的张敏 被知尊宝惦记了一万年的紫霞仙子朱英 刘德华不敢正眼直视的大眼美女关芝林 其实在这众多的女星当中 她的美算不是厌压群芳 却凭借一种人淡如菊 清冷傲式的气质 让人过目难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叶全真的故事 叶全真是她的艺名 她的本名叫赵文君 1969年9月12号 叶全真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 一户普通人家 从小就长相清纯的她 有着林家女孩气质 小鸟一人一般的娇柔 18岁那一年她初登大萤姆 在电影《雪在烧》中 她大胆出镜 秀出全裸的背影 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她也凭借好身材和出众的容貌 顺利签约香港定公司 签约和资源自然是接踵而来 这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来说 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头彩 虽然小有名的叶全真 长得也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但是在一众大花美女明星面前 不免落了下风 有些黯然失色的感觉 或许她也曾经凯探过 胜不逢十八 不过既然入了影视圈 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去 名利双收这件事 本就是自古两难全的事情 有戏拍能赚到这辈子花不完的钱 脱离平民的身份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心态平衡的叶全真 并没有太多计较这件事 依旧认真拍戏 珍惜到手的每一个角色 为了提高演技 她还特意跑到杨德昌的工作室 虚心向业内前辈请教 不过学艺不如偷艺 人家也是很忙的 所以她不惜放下小明星的身段 在工作室当了一段时间的擒杂工 后来证明她的做法是正确的 她的演技也因此成长提升得很快 她在《回音传奇》中扮演女杀手应血 跟林青霞演对手戏 在一线大开女星的面前 她气场全开 演技炸裂 丝毫没有落了下风 这让林青霞也嘖嘖称叹不已 在此之后她更是加作不断 接二连三的参演了《七皮狼》 《游戏规则》《小人物》等多部影片 而且跟她演对手戏的都是异线男星 如曾志伟、吕良伟这样的实力派男明星 由此可见 当时叶全真的咖位也不能算小了 1991年 22岁的叶全真跟刘德华、梁家辉搭档 合作出演火烧岛 在这部电影中 叶全真扮演梁家辉的妻子宋雅芳 这个角色戏份虽然不多 但是叶全真却非常重视这个角色 她把宋雅芳的温柔端庄 通过自己的塑造演绎得很精准 不仅如此 还略显一丝俏皮可爱的纯真 其实某些电影 多数是作品和角色成就演员 但是在这部电影中 叶全真却是成全了角色 虽然戏份不多的演员 很难给观众留下印象 但是叶全真硬是凭借精准纯熟的演技 打破了这个常规 这部原本是一部大男主题材的电影 她却凭借这个戏份不多的角色 硬是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这部在1991年上映的电影 让她在观众面前混了一个脸熟的话 那么在1994年上映的电影《星屋龙院》 又叫做《少林小子2》的这部影片 则是让她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 她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吴梦达的梦中情人 这个叫小红的女杀手变化多端 冷恋迷离的眼神 看似多情又似无情的面部表情 神秘莫测 见招拆招的武功 浑身散发着一种萨爽英姿的气质 她一出场就把吴梦达迷得团团转 将她称之为女神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反转剧情 就是在影片结尾的时候 小红变身为全片中最狠辣的大boss 这让观影群众大感意外 当然看的也是大呼过瘾 这部电影火遍全国的时候 叶全真凭借这个角色 红遍大江南北 也因此被观众称之为乌龙院女神 如果说这部电影奠定了 她在影坛的江湖地位 那么上映于2006年的电视剧 木棉花的春天 则让她在内地市场名声大振 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叶全真已经37岁了 虽然是一个笨似的女演员 但是岁月却对她似乎格外偏爱 正当很多女演员 陷入中年女演员危机的时候 叶全真却凭借在剧中 扮演的千金大小姐 再次翻红 虽然30家的女演员 面部胶原蛋白的流失 是普遍现象 可是看惯了俊男靓女的观众 眼里不容杀力 所以这部剧 刚刚上映的时候 叶全真扮演的这个角色 也曾经被观众吐槽 大致意思就是说 她老黄瓜刷绿漆 装嫩的意思 但是这部剧 演到中断的时候 叶全真却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 征服了观众的心 叶全真在剧中扮演穆佩云 其中有一段戏 需要她表演装风卖傻 她炸裂一般的演技 极具张力 让观众没有代入感 也因此忽略了挑剔的审美 观众越看越喜欢 于是叶全真这个名字 也在内地彻底打开了市场 回顾叶全真的演艺生涯 她从刚刚出道时 扮演的性感游物 后来转型 扮演清新脱俗的两家女子 之后又转型拍 功夫超群的江湖女侠 再然后又出现在 苦情剧当中 扮演大女主 她不断地挑战着 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仅丰富了自己 作为演员的体验度 也刷新了观众对她的认知 这个女演员相当自信啊 众所周知 只有自信的人 才敢去尝试未知的可能 这需要冒险的精神 或许这种敢冒险的特质 一直潜藏在她的内心当中 因为勇敢 所以无所畏惧 或许这是让她一直单身的原因 提到叶全真的恋情 确实令人感叹不已 她的初恋 据她总结 是一段体验度很差的姐弟恋 详细的经历过程 她并没有透露太多 或许不爱了 也无需谴责吧 据港媒爆料 她的初恋是 蔡月薰导演的哥哥 据说两人相识 是因为当时 合作拍戏时认识的 当时两个人年龄相仿 共同语言还蛮多的 他们相恋时 同行还纷纷送上祝福 当时他们被称之为 金童玉女的最佳组合 但是或许因为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太懂爱情 也不知道如何经营感情 这段感情之路 他们走得很辛苦 期间分分合合不断 最后依旧已分手 画上了据点 多年以后 谈到这段初恋经历 叶全真依旧难以释怀 她更更于怀地总结道 这是一段体验度 并不好的恋情 不过她依然感谢对方 让她明白了 拿住男人是不能接触的 言辞之间 依旧有难以平复的情绪 正如人们所说 每个人的初恋 一辈子都是忘不掉的 她会连同记忆 封存在体内 开出一朵 叫做自我成长的花来 在内心深处的角落 暗自流香 进入影视圈之后 叶全真曾经跟成龙 传过一段绯闻 不过据叶全真后来解释 这纯属一个乌龙事件 或许正是因为 这一场乌龙事件 之后她又参演了新乌龙院 所以才被获封为乌龙女神吧 当时事情是这样的 2010年的时候 叶全真的手机出了问题 她把手机拿到商家处去修理 没想到却被人泄露了 手机中的大信息 当时因为里面有很多 言语暧昧的短信 而且事关明信的密文 所以就传遍了娱乐版头条 但是不知为何 后来就传出这件事 跟成龙有关 面对绯闻的来势汹汹 她本人也曾经做过解释 声称自己是方便写作 所以把文章保留在了手机里 但是三人成虎 留言越传越广 她也无力挽回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件事也渐渐的品息下去了 叶全真的第二段恋情 据说对方是一位外籍华人 这段异地恋 如同很抽象的柏拉图精神恋爱 所以这段恋情开始的仓促 结束的迅速 就这样草草收场 叶全真的第三段恋情 据她本人所说 这段恋情是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 两个人差点结婚 但是或许因为日久年生 两个人之间的激情慢慢退去 双方如同亲人一般的相处 再也没有了想结婚的冲动 所以两个人现在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虽然和平分手 不过却变成了多年好友 叶全真的最后一段感情 也是非常短暂的 据她回忆 她觉得对方太黏人了 所以让她没办法接受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分手了 经历了多段恋情的失败之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如今51岁的叶全真 对谈恋爱基本没啥兴趣了 她甚至自己爆料 称自己已经做好了 一个人生活的打算 而且将来要居住的养老院 都已经安排好了 虽然情场不顺利 但是叶全真的事业 却让她竟有生有色 从影多年她接演的多数 都是女主演的角色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不委屈求全 不做别人人生里的配角 只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或许这才是最真实的吧